大家好,我是凯莉罗 在AI系列的这一集当中 让我们来谈谈一时上传 首先问您个问题 如果有方法的话 您愿意永生吗? 您有答案了吗? 从古到今,长生不老都是人类的一个执念 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思维克隆 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留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当中的数字痕迹 我们也称为思维文件 包括您的各种聊天记录、博客、照片、视频等等数据为基础 通过与人类大脑功能相同的复制思维软件 生成和本人相近的意识 那什么是意识上传呢? 维基百科将它描述为 扫描特定大脑底悟的心理状态 包括长期记忆和自我 并将其复制到计算机的假想未来过程 您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做小白鼠的人是谁吗? 这个人叫做Andrew Kaplan 是一个美国作家 以写间谍惊悚小说著称 他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虚拟人 在2019年的9月2号 78岁的Andrew成为了首个数字人类 他自愿将意识上传云端 从而得以在云上永生 陪伴他的家人 意识上传必须让受世人知情和同意 目前在全球还没有合适的道德准则和法律 来规范意识上传 我们的一部分是由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构成的 意识上传 实现永生 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跨越生死界限 与生者保持联系的方式 您认为呢?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